他在我的生命中 我要處了15年 其實已經佔了我人生三分之一 在生死之間 其實再大恩怨 其實都不重要 最近的那個朋友離開嘛 山豬 那他一直以來都 雖然我跟他前面是有一些不愉快啦 但是畢竟在生死之間 其實再大恩怨 其實都不重要 也希望祝福他 藝人山豬陳俊甫上個月因感冒 引起敗血性休克 出世享年38歲 我愛你 我們以下次再見 拜拜 六日舉辦佳記冤滿諾木 他生前和卡古鬧翻 兩人當年是一起北上打拚的好兄弟 也合租房子當室友 卡古接受3D新聞網專訪 坦言很後悔沒來得及和解 那走之前有多久沒人了 兩年多 那當然是有很多的誤解啊 摩擦啊 到後來 四次我把他封鎖的啦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被人家誤解 那他又是一個比較頑皮的 所以說 誤解之後 然後我才算是離開他這樣 這是十多年來的愛恨糾葛啦 其實我說真的 其實我很關心他啦 然後他也很關心我 其實到最後的時候 他其實都有透過朋友 你知道他走的那天你在做什麼 我在家裡 然後我想了很多 然後就打給我說 都要不要去開到最後一面 我一時也很難接受 我不知道我該用什麼立場去 那個時候腦子轉不過來 而且很控 卡古不願多談兩人之間嘴大心結 不想被誤會在消費山柱 認為是自己個性問題 跟他有什麼樣的 不管說仇恨啊 或什麼 或是恩怨啊 或是愛恨糾葛 其實我多麼討厭他 或是多麼跟他不合 其實我就有多麼愛他 後悔嗎 後悔沒有早點跟他破片 是個遺憾 而且其實我剛說到那兩次錄影 他都有過大招 然後是我沒理他 到後來也開始軟化 只是因為我 我的個性滿死的 我跟他個性其實真的差滿大的 我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我很容易認真 他就是一個很不認真的人 他不時就會講一些什麼 然後我就不愉快 然後有時候他可能真的他無心的 但是我又很認真 就是累積然後就到那裏 所以我就很難一下掉下來 這老天給我一個 再怎麼樣都該放下來 說真的他在我的生命中 我大概除了15年 其實已經佔了我人生三分之 這是很難得的緣分啊 就是他跟香蕉嘛 因為我在演藝圈延改講 其實我是沒有所謂真正的朋友 他離開之後然後讓我覺得 該好好行 身旁的人也因為我跟他其實也辛苦 以前是真的 我是真的很愛他也很疼他 但是我自己的個性都沒有辦法 我會放下啦 我也放心 很遺憾沒辦法在你身體合計 我也很謝謝他可以出現在 讓我知道說 我對一個朋友其實是可以很愛的 我真的希望他能夠諒解我 就是也請他放下這個 那我可以把全部都放下 在我剛才沒吵架之前 就是他一通電話來幹嘛 比如說他搬家什麼 我就去幫他組裝東西 然後都講電話講到說 我女朋友就覺得說 他才是女朋友 我最高中有跟他講過三四個小時 其實不用 一直把這種事情 然後糾結於這樣的情緒 而且他其實是我們在演員間 很重要的兄弟 記得美好的事物 不好的就讓他過 好 我接下來會 要珍惜香蕉啦 千萬疑 喜好 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